我这本书还没出版几天就被下架了 待遇直超方舟子啊 我自己挺喜欢这本书的 今天读上其中的一篇短的吧 在画画课上写拼音 这是陶染妹妹画的茶图 非常可爱 大壮和小苗是好朋友 从小只要有时间 他俩就在一起玩 大壮看起来兴趣广泛 雄心勃勃 快六岁的时候 他变成了一个大忙人 小苗只能在少年宫的花花课上碰到他 这天大壮在花花课上忙着写拼音 一不小心 把生母育母都写成了水生动物 啊像一条蝴蝶鱼 窝像一只圆贝壳 鹅像一只小水母 伊像一条水管鱼 乌像一条大麦鱼 鱼像一只大头虾 波像一只蝌蚪 摸像一朵海葵 波像一只海马 磕像一条小飞鱼 西像一只海星 你为什么在花花课上写拼音呀 小苗悄悄问大壮 因为我在拼音课上做数学题了 大壮边写边说 那你数学课在干嘛 数学课我要学英语 背英语单词 你英语课在干嘛 完成象棋课的作业马后炮的布局呀 你象棋课在干嘛 练习滑楼课上新教的绕柱子转圈圈呀 你滑楼课干嘛呢 踩着滑楼练钢琴曲呀 你钢琴课干嘛呢 边弹琴边十字 做十字课的作业呀 你十字课干嘛呢 做花花课的作业呀 你花花课干嘛呢 你忘了吗 我要写拼啊 这时候小苗画完了一幅漂亮的田野 大壮抽空看了一眼小苗的画 我还是在游泳课上画画吧 那会非常非常酷 我喜欢湿乎乎的田野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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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